哈囉大家好我是浩瑋 歡迎來到對號入座這個系列 今天來回答一下大家的問題 第一個問題 有網友提到說 在今年5月多頻道有談到細格 那時候他看的影片 在了解公司的營運狀況 以及自己判斷之後決定入場 到目前也算是有不錯的報酬 而且更重要的是買得安心 會擷取這則留言 不是因為這位網友賺了多少錢 而是因為買得安心這幾個字 看到這種留言對我來說 是一件值得感到欣慰的事情 因為這個就是我覺得投資一間公司 最基本同時也是最重要的事情 等一下後面也會用細格 來分享一些投資的看法 第二個問題是 有網友問到說 6201的亞紅店適合長期投資嗎 原本想說另外找時間來做一支影片 但是突然想到 在過去的留言中 有蠻多人對於某一檔股票 能不能長期投資這種問題 其實也不少 今天就利用網友提的亞紅店 來簡單分享一下自己的觀察 還沒有訂閱的人 記得幫我按下訂閱喔 謝謝啦 在這支影片當中 主要有兩個重點想要跟大家分享 第一個是我覺得投資最重要的事 就是剛剛前面所說的買得安心 這個會用6257的細格來跟大家說明 第二個是值得長期投資的股票 有哪一些是需要了解跟注意的地方 我會列出幾個重點 並且用打分數的方式來進行 讓大家有一些判斷的概念 好 那我們就開始吧 首先細格的部分 影片發布的時間是在今年的5月10號 當時的收盤價是在5月7號的51.9 那時候的大盤 有開始從高檔回落 已經有跌一波了 但是還會再跌多少 沒有人知道 到了下一周 因為本土疫情開始大爆發的關係 大盤連續幾天的下跌 讓許多個股 都開始出現兩位數以上的跌幅 其中細格 在短短12個交易日 就跌了超過兩成以上 到了5月17才止住跌市 股價最低是跌到43.65 在當時的估價中 股災價為37.1 合理價格為50.1 可以看到這個價格 已經落在合理價 跟股災價的中間 而最新4月的營收 也在5月初公布了 跟去年同期相比 增加了40% 在營收公布的時候 股價仍然持續下跌 這代表即使公司的賺錢能力還不錯 但是遇到市場不理性的時候 一樣都還是會下跌 就像台股中數一數二的台積電 在這段期間 也從619跌到518塊 跌幅也達到16% 那時候的台積電基本面不好嗎? 當然不是 就跟細格一樣 公司除了擁有基本的賺錢能力之外 目前的營運表現也很不錯 這時候的下跌 不就是一個比較好可以買進的機會嗎? 接著來聊一下 當下該如何決定 要不要買進這間公司 當股價跌到45、46的時候 透過之前計算的股災價 你知道公司的基本價值 就是在37塊左右 即使在45塊買進 那麼可能承受的跌幅 大概是兩成左右 在判斷好風險之後 就可以決定要不要進場 再來一個重要的問題 就是剛剛談到的重點 在買進跟持有的過程中 要怎麼樣才能夠感到安心? 首先 第一個安心的來源 就是這邊所計算的合理價 股災價代表的是公司的基本價值 當個股下跌時 股價會越來越往股災價靠近 這時候你要想的 絕對不是股價還會跌多少 而是這筆錢 拿來投資這間公司 划算嗎? 如果覺得划算 那你心中想的 就不會是股價 而是這筆投資 有沒有足夠的信心 有的話 自然就會有安心的感覺 再來第二個信心的來源 就是對這間公司的了解 也是這個頻道 在各股的影片中 都會提到的財報資料 透過了解一間公司的業務模式 或者是叫賺錢模式也可以 你就可以去評估這樣的模式 是不是具有可長可久的經營特色 另外在這個產業中 是否具有足夠的競爭力等等 在判斷評估之後 你就會漸漸了解這間公司的狀況 自然的這也會成為一股信心的來源 反過頭來說 這時候計算出來的合理價 就更具有參考價值 以希格的財報資料來看 可以觀察到近8年的ROE 算是相當的穩定 而且近兩年有好轉的跡象 再加上近幾季的狀況 所以在預估ROE的數字 才會股到15% 當時公司的股價大概在5、60塊 但是計算出來的股災價才37 看到這個數字 相信很多人都會覺得 怎麼可能會跌到這麼低 就像之前有一些人會留言說 我估的價格都太低了 根本不可能買得到 但事實上 這個就是股市 大多數的時間 股價都是高於股宅價 甚至高於合理價 這都是很正常的現象 不過每隔一段時間 總是會出現一些事件 讓大盤產生比較劇烈的波動 就像今年5月這次 大盤就下跌了14%左右 而像希格這種跌超過兩成以上的個股 其實也有不少 投資人要做的 就是適時的去把握一些機會 當然 要懂得把握之前 要先學會剛才所談的內容 也就是怎麼讓自己的投資 能夠感到安心 我覺得這個就是投資最重要的事 再來第二個要分享的重點 就是怎麼去觀察一間公司 到底適不適合長期投資 因為網友剛好提到的是亞紅店 那就用這間公司 來分享自己的看法 不過在這之前 先來看一下我對長期投資的基本定義 第一個是好的生意模式 這個應該不難理解 第二個是營收維持穩定或是成長 第三個是ROE穩定 不管是本業還是業外 都要能維持一定的穩定性 第四個是低的資本支出 這個剛好有呼應到第一點 因為一個好的生意模式 是不太需要一直不斷的去提高資本支出 來取得競爭優勢 或是維持住目前的獲利 在簡單了解這些條件之後 接著就來看一下亞紅店的狀況吧 亞紅店是一間 以音訊設備、小家電 以及醫療相關產品為主的公司 在去年的營收佔比中 音訊設備佔了71 小家電佔了20.3 其他則是佔了8.7 公司的營運模式主要是以代工為主 專為歐美地區的國際大廠進行代工 所以這邊可以看到銷售的地區比例 是以歐洲跟美國為主 接下來就用剛才前面所提到的四個條件 來評估看看 這間公司是否值得長期投資 首先第一個 公司有沒有好的生意模式 剛才有講到 亞紅店是以接單代工為主 當單子多的時候 營收自然就會比較好 單子少的時候 營收自然也會下滑 這跟台股中很多電子公司的模式是相同的 不過一樣是代工 可以發現亞紅店的毛利率並不算太差 近幾年都可以維持18到22之間 這當中有一個很重要的差別就是 公司有沒有獨特的關鍵技術 如果沒有的話 那麼接單的穩定性就一定會比較差 而亞紅店的確是有掌握一些音訊相關產品的技術 這讓歐美的主要客戶 不會為了代工價格比較便宜 而跑去其他地方下膽 這一點也算是公司的競爭力 讓毛利跟營收都能夠維持在一定的水準 不至於受到中端景氣的影響 而波動過大 所以從這些特色來觀察 算不算是好的生意模式 如果滿分是10分的話 我覺得我會給7分左右 不足的地方 還是在於公司的護城而有 但是還不夠大 再來營收跟ROE的穩定性 這邊會一起講 先來看一下營收的部分 近4年的月營收看起來高低起伏很大 而從圖表中可以發現 每年的第二季跟第三季都算是公司的旺季 營收都會從比較高 所以有規律性的話就比較沒有問題 再來近8年的數字 可以看到營收都落在30到36億之間 雖然看起來穩定 但問題在於成長性是比較不足的 而這幾年ROE的成長都是來自毛利的提升 這邊可以看到2013年的毛利率只有16.15 去年則是達到21.77 不能說維持這樣子穩定的營收不好 因為從表中可以發現 公司在不景氣的時候 還是可以保持一定的收入水準 光是這一點 就有很多公司都做不到了 至於要有多少的成長性才算夠 就要看每個人怎麼去認定 不過這個狀況在今年有一點改善 隨著音訊產品、新技術的更新 以及疫情之後才經濟興起 前兩季已經達到19億的營收 跟去年同期相比 增加了4成以上 成長的動能 主要是來自音訊設備 以及非侵入性的醫療器材 像是血壓劑、體脂劑、耳溫槍等等 這部分也是有比較大幅度的成長 所以總和來看 營收跟ROE的穩定性 滿分10分的話 我會給7分 接下來第四個資本支出的狀況 在財報上可以看到 近幾年的資本支出都不高 包含今年前兩季也是如此 雖然說亞紅店在台灣、大陸 以及菲律賓都有工廠 但是公司透過調整產能 以及轉單的方式 來去控制好各種支出 這個部分也做得相當不錯 滿分10分的話 我會給9分 以上這四項的總分為30分 平均下來是7.5 所以這間公司 值不值得當成長期投資的標的 大家可以透過這個簡單的評估 來去衡量 接下來總結一下我對長期投資的看法 許多閃戶投資人 在股市多投的情況下 就會想說要長期持有 認為一直買、一直存 就可以賺得到錢 但是股市總是會有波動 一旦出現一兩成 或者是更大的跌幅 就會被嚇到 並且急著把股票賣掉 這種狀況下 如果沒有搞懂剛才前面所提到的 持有一檔股票 無法感到安心 就很容易受到外在環境的影響 抱不住股票 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一件好公司的生意模式 以及低資本支出的特性 是不容易輕易發生變化的 在找個股的時候 如果可以把這些考量進去 那麼在後續的持股 問題也會相對少很多 還是那句老話 建議大家還是挑選自己看得懂的公司 這樣的投資 才會有真正的安心 本來想說再來講一下驗證跟計算合理價 但是這次我想留給大家去試試看 在影片結束之後 我會把亞紅店的財報下載連結 放到會員的社群裡面 希望有興趣的人 可以去下載來研究 並試著去驗證一下去年 還有2018年這兩次的股災 另外一個就是試算看看 目前的合理價跟股災價各是多少 希望透過這樣子的練習 對於大家在學習上會有一點幫助 以上的資料給大家做個參考 好 如果你還有其他問題的話 記得在影片下方留言 還沒有訂閱的人 記得按一下訂閱喔 今天的影片就先到這邊 我們下一集影片見囉 掰掰